第八百二十八集 他们全在一个地方 顾飞之前竟然没注意到这点 此时一想 估摸对方是传送卷轴回的这老家 而他们的传送卷轴却又是一个系列的 坐标全都在一个地方 顾飞匆忙朝着目标跑去 路上不断地看着坐标 没变 两分钟两次刷新都没有改变 这些人显然是聚在了一起 两分钟的时间 顾飞却已经踏上了和他们一致的坐标区域 只是放眼一看四周 却没有发现这样一群人 顾飞也知道 一个坐标区域面积是挺大的 但这里是条狭长的街道 就这么笔直一线 换了其他街上肯定就不是这个坐标区域 此时前后同区域里不见目标 如此一来对方的存在只有一种可能 左右的房顶上 顾飞朝左右一看 右边房屋低矮 顾飞退后数步 跳着看了看 没见什么人 而左边却是有三层的大建筑 看不到顶 顾飞又看一眼目标坐标 还是没动 通过排除法已经可以知道 对方现在聚在这三层大建筑的顶上 左边房屋也并不完全是这么高的建筑 这建筑左右也有低矮的小房 顾飞目测了一下高度 瞬间移动直接上去是不可能的 用飞钩的话 人现在可能全部都在楼顶 肯定会被发现 这些家伙怎么上去的呢 顾飞正疑惑 突然哑然失笑 这算是什么问题啊 他们当然是从门进去的 这高大建筑 或许就是他们的房产 顶上是露天天台什么的 他们从屋里自然上得容易 可从楼外只有攀爬意图 顾飞所料不错 这颇大的建筑 的确已是玩家所属一处房产 当然业主可不是鹰之团 而是他们的老板盖世奇鹰 而这大建筑 也不是盖世奇鹰买来当别墅的 这是他们英旗工作室的大仓库一个 系统只提供玩家私有仓库 容量有限 对于英旗这么庞大的工作室来说 根本不够 况且东西又必须有足够可靠的人掌管 因此也不可能说分摊到成百上千的玩家私有仓库去 于是只好用这种比较真实的风格来存放物资 这种玩家的房产 里面放置的东西并不算是丢弃 自然也不会被系统刷新 此时鹰之团十九人齐聚着库房的楼顶 白西三这会儿还在复活点捆着 暂时不来 一圈人神情都很严肃 等着永远说点什么 千里一醉他们到底是来了 永远说着 现在来看他的实力还在其次 但他这个未知技能对我们影响很大 我们的行踪如果总是被他们捕捉的话 那我们的行动将很难继续下去 当务之急是要先摸清楚 千里一醉用的是什么方式 现在我们在石毁联盟收买到的人 已经都引起了怀疑 云竹木似乎只待他的亲信 靠他们是打听不到什么的 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路径 千里一醉身边的人 应该都是知道他的方式的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可以收买的目标 一人说着 也许也不用收买 如果他不把这当什么秘密的话 那通过认识的途径打听一下就好了 又一人说着 众人这正商议呢 突然听到下面街道有人正在喊 上面有没有人呢 自己既然上不去 那就让他们下来好了 骨飞的方式倒是简单直接 这库房天台 本就是英之团经常聚会的地方 桌子板凳倒也齐全 连躺椅都有两张 此时一堆人正围着圈这讨论 如何进行下一步行动 突然听得下面街道上 这么一声嚷嚷 一时间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人开口 是喊我们吗 谁呀 另一人疑惑着 站起身来 朝楼边一走 朝下探头一看 果然 见到一个人 站在街道当家 仰头看着 见到这伸出半截身子来 连忙挥手 那人是毫不在意的 过来一扫 但非快看清 楼下人的装束 第一时间便是极其敏捷地缩毁身子 脸色大变地朝其他十八人道 是千里一队 所有人都骇然 永远忙问 多少人 就他一个 来得好快呀 不知快 而且很准 这家伙到底用什么方式追到我们的 永远沉思 但不管怎么说 他现在一个人 正好是我们的机会呀 但他竟然敢一个人来 有人此时显得有点犹豫 英之团三十人 当然也是性格不一 有嚣张的 就有谦虚的 有性子坚决的 也有犹豫担忧的 一时众人拿不定主意 只好一起望向他们的团长永远 永远表面依旧很沉稳的模样 心中却也是起伏不停 千里最十载来得太快 快得出乎他的意料 更是直接找到了他们的老巢 直接在下面叫阵 难道有什么埋伏 这些人想事情 喜欢从坏的角度去想 这样办事可能更加稳妥一些 永远正是这一类人 这正想呢 街道上的喊声又起 都看到你们了 下来呀 这家伙很猖狂啊 一人说着 我去见识见识他 有人忍不住了 豁然起身 等等 永远伸手止住 显然他现在也上不来 咱好好合计一下再说 我的看法 他不是在虚张声势 现在的情况 他冲着我们虚张声势 算是怎么回事啊 能有什么目的啊 我想不出来 众人一想到也是 虚张声势这种东西 比如他们把千里嘴包围了 他虚张声势恐吓一下 还差不多 哪有主动冲着别人 跟前冲着人虚张声势的 这太离奇了 怎么都不出声啊 走了吗 古飞继续在楼下喊着 这话是这样说 但他的通缉任务里面 明确标识着一堆人的坐标 坐标显示 这些人根本没动 不过这一眼查看 古飞忽然发现 那个八一西三的坐标 倒是距离这里越来越近了 古飞左看右看 发现街两边也没个藏身的地儿 但一想对手认自己都是靠装备 索性脱了外袍 装起暗夜流光剑 就蹲在一旁去了 古飞这突然不出声了 永远等人 在顶上讨论了一会儿 也没讨论出来个结果 有人想要下去和千里一醉一战 有人觉得千里一醉 如此嚣张 必有古怪 建议静观其变 永远这次也是难得 犹豫不决 拿不定主意 这正讨论呢 突然意识到 下面的千里一醉 半天没吱声了 一人疑惑 难道走了 去看看 永远说 随便一人起身 小心翼翼地来到楼边 探身朝下一望 不见人了 走了 此人回过头来说道 也许只是站到我们的房门边上 永远说 他们虽是居高临下 却也有一个死角 比如说 他们的楼门这个位置 就和他们这天台有角度 探头出去也是看不到的 哎 西三回来了 这人没有看到千里一醉 却是看到了八一西三 已经匆匆地跑到楼下 永远神色一变 匆忙大叫 快叫他跑 什么 他脑袋的家伙争了争 永远却已经自己冲到楼边大喊 西三 跑 千里一醉在下面 他这话刚喊罢 那街边蹲着的一人 突然站起来 手一抬 一身黑袍 已经披在身上 一个剑步 已经冲向八一西三 千里一醉 之前的人失声叫了出来 他为自己的大义惭愧不已 千里一醉 竟然从换了装备 这么简单的手段 就骗过了他 实在是黑一子剑什么的描述 太深入人心了 八一西三 听到喊声已是亥然 但没等他反应呢 就见黑色身影已经冲了过来 八一西三手忙脚乱 拿出传送卷轴就用 白光刚起 故飞一个雷电术也劈了过来 传送阵被破坏 八一西三傻瓜一样站立在那 跑啊 你站在那干什么 永远气到 一边回头叫 弓箭手法师 天台上的人早都已经起身过来关注了 弓手法师不用永远喊 已经出手相救 抬了手刚要攻击 千里一队的人又一个走位 缩到靠边的视线死角 弓手们立刻干瞪眼 法师们用范围法术倒是可以覆盖到 但问题是八一西三也在那里 范围法术使用不能 八一西三此时已掉头想跑 但刚跑出几步 故飞已经一个瞬间一动 飞到他身边 却是依然未出死角 楼上天台众人眼中 只有八一西三却没有千里一队 众远程攻击手都是新骄 冲着八一西三大喊 西三朝捷中走把他引出来 可是八一西三却已经不能回答他们了 他的身上忽然电闪火烧 顾飞双眼闪掌心雷什么的 都已经招呼上了 八一西三又哪里躲得掉顾飞的出手呢 只觉得生命像流水一样流逝 转眼已是见底 临死前只顾得上 十分悲愤地瞪了顾飞一眼 天台上的众人都是呆住了 八一西三转眼已挂 而他们从头到尾看到的攻击 只是顾飞劈出的剑和一只手伸了出来 作为八一西三最亲近的伙伴 他们最清楚八一西三实力如何 但他却死得这么快 死得一点还手余地都没有 几个法师怒了 此时八一西三不在 他们出手已无顾忌 对着那位置一排法术轰过 左右都已铺开 身后是防 前离最想躲 必须朝前冲 那么就暴露在他们的攻击视线之下 果然 一排法术轰下 顾飞也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向前冲 跟着就听 头顶响剑 射手们已经发动了攻击 顾飞微微转了转身 两道犀利的箭矢从他身边划过 另有一箭却是追踪矢 顾飞抬手一箭 把追踪矢敲掉 抬头一看 那天台顶上站得满满一排人 英之团的好汉们总算是啃露面了 顾飞连忙招手 都下了呀 身手非常敏捷 出手非常准确 永远此时 却在抓住着难得的机会 不断地判断着顾飞的实力 狙击 那已经是弓箭手 最犀利迅猛的攻击了 如此距离 只要不是自己射偏了 从来就没见过什么人能够躲了 但偏偏这千里一醉 随随便便一侧身 就让过去了 箭矢擦身而过 他躲得险 这也说明他躲得准 只能侧身躲掉 他连一半步都懒得去做 至于追踪使 那技能速度本就很慢 这个距离被看准击落 能做到倒也不是稀奇 看到顾飞又在嚣张地叫阵 有些人终于还是不能忍受 不等永远说话 就要冲下街去 永远想喊 话到嘴边却又突然忍住 他看到 要冲下去的三人是谁 心想如此只看千里一醉 躲剑 却是看不出太多这人的实力 不如好好试探一番 于是 话到嘴边改成一声叮嘱 当心血 情况不对 马上回屋 不用 他死定了 冲下去的三人倒是信心十足 战士榜第十九封血 骑士榜第十三笛子 格斗家榜第十一位千墨 三个高手联合出击 目标指的是法师榜第一 总榜第一的千离罪 他们三个被千离罪封证了怎么办 楼上一人有些忧虑地说着 一人是牧师榜第七 有人听了立刻扯着嗓子朝下面顾飞喊 钱离罪 我们的人下来了 有种你别跑 顾飞抬头扫了眼 也不知是哪个家伙喊的 很是不满地回道 哪只眼睛看我跑了 有种别用风筝 激将法直接的有些幼稚 顾峰却也知道风筝是什么 摇了摇头说 三位数以下 我从来不会用风筝的 什么三位数 天台上的家伙不解 人数 顾飞说 天台上的人面面相去 难道传闻中的千人展什么的 是真的 这人实力真的恐怖到了 有违逻辑的地步 这上下正交流的功夫 那三人倒是已经冲到了楼下 房门瞬间被打开 风血冲在最前面 开口就叫 千 我靠 原话只喊出来一个字 顾飞反应多快呀 一看有人朝外冲 暗夜流光剑一滑了 立刻移到电流墙壁扑上去 几乎是和风血一起到的那个位置 风血立刻被吸到电流墙壁上直抽出 笛子和千墨没风血冲得快 倒是幸免于难 看到千里一队居然在他们出门的一瞬间就攻击 两人齐声大叫 卑鄙 急什么 又死不了 顾飞微笑 电流墙壁的确很难垫死人 但被吸到上面 那一番霹雳舞却是很丢人的 而且要足足跳上二十秒 轻易何堪呢 而且顾飞是敌人 敌人的话又怎么敢全信呢 笛子挥着手中全杖 却是给风血补起了生命 显然是个转直的光明骑士 顾飞笑着他也不去理会 楼上依然看不到那门口死角发生了什么 只看到有电光一闪一闪的 这若隐若现倒是更甚人了 笛子一边救助着风血 一边和谦莫一起小心注意着千里一罪的举动 防他偷袭 同时心下却也焦急 这风血被吸到这电网上似乎下不来 此时千里一罪如果攻击 这怎么躲闪呢 结果顾飞却是一直乐呵呵的 看着他们忙碌 丝毫没有要上来动手的意思 楼顶天台众人 此时已经频道里消息 问明发生了什么 法师攻守什么的 本想再朝顾飞攻击一下的 一听人家 连这么好的攻击机会都放过了 面面相去的 有些不好意思出手 至于守着人出门就是一个偷袭 笛子和谦莫冲动下 的确是喊了卑鄙 但其实鹰之团上下都比较不以为然 偷袭什么的怎么能说是卑鄙呢 他们可是足足偷袭了石会联盟一天了 二十秒之后 电流墙壁消失 在笛子救助下 风血生命确实没少分毫 但这啰嗦了快半分钟了 突然之间又稳定下来 风血很有些不适应 顾飞在他面前微笑着 提起了剑 来吧 此时顾飞法力满满 这其实才是他丢个电流墙壁的真实目的 他知道对方都是高手 那战斗想必会比较紧凑 因此还是法力全满文妥协 这些人自信满满的来朝他叫阵 顾飞可也是提防着对方有什么怪招的 哎呀 风血一声怒吼 一个冲锋上来了 顾飞皱了皱眉 怎么这三人就没点什么神秘配合吗 这人就这么冲动的上来 早知道就不浪费那二十秒了 顾飞想着侧身让过冲锋 娴熟的挥剑就去砍头 风血刚被电的尴尬 但毕竟还是有点真材实料的 一看顾飞已经闪开 立刻旋转风斩 这技能顾飞也没法硬扛 只好退步避让 风血倒是不爱惜怒气 旋风斩也不停 卷着就朝顾飞过来 顾飞举剑招了个雷电术 批了风血一下 但人是战士不是法师 技能不是一手攻击就会被打断的 那边笛子 立刻一个剩余术施加过来 风血精神依旧 旋风斩就这么卷啊卷的 顾飞只能避其锋芒 同时心下也诧异 这个家伙的怒气 怎么这么久都用不完呢 顾飞也是PK经验极其丰富的人 各职业战斗特色 他也多有了解 战士这职业 没怒气技能用不出来 所以怒气控制是一门大学问 战无伤那个爱吹嘘的家伙 经常就把这些挂在嘴上 但这个风血 这样不停的旋风斩 显然不符合战无伤 经常挂在嘴上的怒气控制学科 顾飞不敢再正面相抗 躲着旋风斩连连后退 一旁的笛子心中偷笑 他此时没有正面参战 在旁看得清楚 千墨已经趁着千离岁的注意力 全在风血身上时溜到了顾飞身后 此时无声无息的已经伸出泉去